然后你们就可以发现 尤其在千零三十九化 表面上看 基德跟罗是用他们觉醒的能力 Keyroom穿磁威尔和电磁炮 觉醒的这个电磁力量 来打败大妈的 其实这两个人全是用脑子打败大妈的 按照我们之前说的 罗是用它引发地震的这个原理 巧用了这个自然界的力量 然后将整个力量传进它的Keyroom之中 用地震重创了大妈 它是依靠它的智谋 那基德也是 你看了基德是用觉醒的电磁力 然后放出电磁炮攻击大妈 但是如果没有它的科学能力 如果没有它的发明天赋和天才 它就制造不出这个电磁炮的这个大炮 所以它是在觉醒电磁能力的基础上 然后结合进它的这个科学发明能力 制造出了电磁炮 然后就从这个炮之中发出电磁光波 别杀大妈了 所以这么说下来 基德和罗这次除了是用各自的觉醒能力 打败大妈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用智慧和科学的能力 真正打败大妈和绝杀大妈的